另外一边 许念念拿着地契 带着许志强一起来到镇上 找到当地警局 拿地契过去 申请建设厂房 当天就下了批文 拿着这些东西 许念念又去了银行 取了一万块钱出来 她要培养许志强的见识和思维 以及谈判能力 基本上去哪儿 都会带着自家弟弟 许志强似乎也懂得了许念念的用意 看着许念念和别人交涉 她每次都很认真 拿到批文 许念念很快就着手 开始建厂房的事了 先是去了砖厂 定制了砖厂房的砖头 她选用的是空心青砖 没有用红砖 这种空心砖实际上更结实 光是买砖头 就花了许念念八千多块钱 把许念念给心疼得不行 买好了砖 许念念和许志强一起让人送到青山村去 为了放到准确的位置 许念念和许志强一起跟着去 买了砖头 自然得找会建房的水泥工 这些人呢 许念念不认识 只有让许二红去找了 许二红倒是认识这些人 二话不说就包揽了 直接去隔壁村请来人 所有的一切准备就绪 第二天就开始建厂房 怕有人偷懒 许二红专门跑去盯着 许念念让人把砖头拖到地里放着的时候 村里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之前传言说许念念要在村里建厂房 大家呀都只是听听乐呵 都还没开始呢 除了卖地的那几家 也没多少人当回事 直到看见那么多砖头放在地里 村里人才正式起来 村里建厂房 甭管是谁家建的 都是好事啊 因为啥呀 因为他们可以去厂里做事啊 村里也不是没人能去镇上工厂里上班的 就是距离太远了 每天来回太麻烦 又要顾家 所以才选择在家种地 这下好了 许念念家在村里建厂 可不是好事吗 于是当天 家家户户都好奇地跑到村里去看 看到那一堆青砖 纷纷笑眯了眼睛 这其中最高兴的 莫过于大队长 许爱国和村长了 村里有厂 无论如何 都能带动村子里的经济发展 虽然只是个虾米大的村干部 但也得有成绩不是啊 于是 许爱国和村长家的儿子 纷纷义务来帮忙 好些想谋过好工作的人家 也抢着过来帮忙 还好许二红一开始 就听了许念念的话 没让村里的人来帮忙 就怕扯上人情关系 回头 别人拿来当理由进场 当然了 大队长和村长的面子 许二红还是要给的 虽然 村长和大队长不是啥大官 但好歹也是村干部啊 以后场建好了 还有好些事情 需要麻烦这两人 况且大队长这人 正直又热心 许二红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要不许念念说 许二红聪明呢 好些事情不用他明说 他都能看着张罗好 那些自动请英来帮忙的村民们 都被他劝回去了 不过他这人会说话 又滑头 倒也没有得罪人 众人非但没有觉得不满 还觉得许二红家有钱了 也没瞧不起人 说话态度还那么好 在别人的眼里 许念念家有钱了 就等于许二红家有钱了 许念念一开始 就给建厂房的人说好了 要建成什么样的模式 后面接着一座山 上面有好几股天然水 这就是许念念打算 把厂房开在村子里面的原因 刚好用这个来当幌子 之前许念念就想过这个问题 她单独把吸水 放在锅里煮的时候 会煮出一股独特的香味 本来以为是以前 没发现这个问题 后面才想起来 她做刘月苏的时候 有一次直接把水放在锅底 用来蒸南瓜 那个时候 放在锅底下蒸的水 也没有发出那样独特的香味 闻着看着 就跟普通水没什么区别 直到前几天 许念念才把这个问题想明白 针对自己的猜想 还做了实验 原来单独把吸水 放到锅里煮的时候 确实会发出一股独特的香味 但是 当吸水过滤食物的时候 就不会发出香味 但效果依然存在 对吧 感谢观看